苏氏的老弟苏彻号称捞哥小能手 苏氏被拼命流放 苏彻为了捞哥一路升职加薪 差点当上皇帝 苏彻的一生都在追赶哥哥 除了在学问上追 还要在脚步上追 他这一生只做了一件事 那就是救哥哥 苏氏的大渊种弟弟究竟有多牛 苏氏兄弟俩的性格如出一辙 而苏彻的人生比他哥哥还要牛 家幼年间 苏彻去参加电视 就做了一件轰动朝堂的大事 当时礼部有一场会事 主要是为朝堂选拔人才 最后一关是由皇帝决定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苏彻说出来一番惊天动地的话 在答卷中 苏彻竟然大肆批判宋仁宗年老婚馈 声色全马 并且还宠信宁臣 虽然他说的是实话 但是朝堂上还是一片哗然 为了苏彻的这份答卷 朝中一下分成了两个不同的派别 一派认为苏彻为人正直 敢直言劝谏 能指出朝中弊端 不过另一派靠拍马屁上来的宁臣就不一样了 他们指责苏彻对皇上出言不逊 蔑氏皇上应该给他治罪 这件事在朝野上下争论不休 宋仁宗气得不得了 却又害怕百姓说他小心眼 最终不情不愿地给苏彻通过了考试 只不过试卷被列为了下等 考完试之后 苏彻就在朝中被任命为秘书省教书郎 不是什么大官 就是负责定政典籍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苏氏被第一次贬官 而苏彻为了能捞出哥哥 也开始了自己开挂般的升职人生 1069年 王安石主持变法改革 而苏氏并不赞同王安石的主张 于是他就时常用诗词讽刺心法 朝中有人检举苏氏的行为 虽然这时候皇上并没有公开处罚他 但是这件事也成为了一个开端 几年以后 苏氏调任胡州之州 他在上表中说了这么一句阴阳怪气的话 陛下知其余不适时 难以追陪心境 查其老不生事 或能牧养小民 意思是说 陛下知道我现在糊涂了 跟不上局势 看到我现在老了没什么作为 只能让我告老还乡了 他口中的跟不上局势 就是指不同意心法的变革 就因为这句话 几个御史台的官员联合上奏弹劾苏氏 这些人早就看他不顺眼了 好不容易等到这个机会 于是添油加醋 在宋神宗面前一顿批判 宋神宗知道之后大发雷霆 让人去将苏氏压界回京 经过一番审判后 原本宋神宗想让苏氏改过自新 这是就算过了 宋神宗所谓的改过自新 就是让苏氏同意变法 苏氏说什么都不妥协 这让宋神宗很恼怒 同时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有人将苏氏写过的诗都收集起来 腾抄了一遍 宋神宗看到这些诗词后大怒 不仅要给苏氏治罪 更是牵连了朝中三十多位官员 这一次苏氏的小命 算是他他时时走到头了 而此时苏氏也为了捞哥哥 开始了一路的升级打怪 苏氏为了捞哥哥 一下明白了一个人生大道理 自己强大才是王道 苏氏被定罪后 朝中很多官员都在为他上书请命 苏氏也不例外 为了哥哥的事没少奔波 不过此时他的境遇 并不比哥哥好多少 所以足以想见 这时候的苏氏力不从心 在这些天写奏折的过程中 他突然就明白了一件事 求谁都不如求己 只有自己当上了大官 有了话语权 才能保护好哥哥 苏氏先是上书朝廷 想要用自己的官职换哥哥免罪 不过皇帝不但没有同意他的请求 反而还因为迁怒将他贬官了 不过好在 他对于自己兄弟的真情实义 还是让宋神宗大为感动 再加上朝中众人的求情 最终宋神宗答应饶苏氏不死 只是贬官了事 不管怎么说 好歹也算是留下了一条性命 而等到宋神宗驾崩之后 苏氏兄弟俩的好日子就来了 朝中因为变动 旧党重新开始执政 苏氏兄弟俩因为原先反对变法 因此受到了朝廷的重用 苏车一路升到了护军 苏氏也再次被启用 不过不得不说苏氏是个直肠子 一直被贬都是有原因的 因为朝中那些旧党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 又开始不择手段地打击新党 朝中再次乌烟瘴气 苏氏看不下去了 这难道不是跟几年前新党的做派如出一辙吗 于是苏氏竟然再次跟朝廷提出谏言 抨击旧党的执政策略 这下苏氏总算是把旧党也给得罪了 苏氏再次被贬官 没了官职之后 再次没有了收入 偏偏苏氏又不是个愿意贪污受贿的人 就是以前挣风光的时候也没攒下钱 他的家中还有十几口子人等着吃饭 上有老下有小 于是苏氏就再次变身福哥模 开始负担起了苏氏一家子老小的吃穿 不得不说 苏氏这个哥哥当得实在不称职 自己总是惹事不说 总是让自己的弟弟给自己擦屁股 苏氏被贬到惠州当之县 当地比较贫穷 苏氏的老毛病又犯了 明明自己过得也不好 就是见不得乡亲们吃苦 于是他打算自己掏钱给乡亲修桥铺路 但是他哪有多余的钱呢 这个时候他想起了弟弟 苏氏向苏彻借钱 可是苏彻也不是个富裕的人 他掏空家底还不够修桥的 于是只能让妻子变卖家里的典当 好在他官当得不小 家中有很多是宫中娘娘赏赐的物件 倒是能换不少钱 当年宋神宗还赏赐给他不少金币 他也忍痛全都卖了 苏氏对于弟弟的行为非常感动 经常隔三差五地写实相赠 不过苏氏给弟弟惹的祸还远远不够 随着苏彻的一路升迁 苏氏也越来越放飞自我了 他是苏氏的大冤种弟弟 为了给哥哥擦屁股已经官至宰相 但是没想到即使已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依旧不够苏氏做的 苏氏靠着弟弟的帮助 在惠州过得还算滋润 不但修桥铺路 竟然还盖起了房子 平常时不时写诗作词 生活好不快活 这下朝中有人不愿意了 他们收集了一些苏氏阴阳怪气的诗词 快马加鞭传回了京城 皇上看后勃然大怒 当即就要将他再往南边 直接去海南 苏彻听到这个消息后顿时吓得脸色发白 连夜写奏折去求情 谁知道根本无济于事 海南一直是历史上最惨的流放地 没有之一 被流放到这里几乎就已经到了鬼门关的大门了 那时这里荒凉 再加上气候的原因 到处都是蛇 虫 鼠蚁 还没有医药 多少被流放到海南的都有去无回 还不如直接被判死刑来得痛快 这一年苏氏已经六十岁了 他在海南孤苦无一 苏彻根本不敢想象 已经年老的哥哥如何能生存下去 他在皇帝面前求情不成 又申请跟哥哥一起去海南 不过还是没有如愿 不过苏氏之所以能成为我们如今尊敬的大文豪 是因为他的身上除了有坚韧不屈的正义感 还有为百姓谋生的权权之心 海南荒凉 他就苦口婆心教百姓耕田 种菜 带着村民挖井取水 还带来了很多先进的文化 隔出了很多的陋席 同时他大力在这里开办学堂 督促孩子们用功读书 更是亲自当教书先生 可以说他是海南文化的启蒙者 更是海南发展的起点 朝中有人知道他在海南过得不错 还特意托人告知这里的官员 谁也不能让他留宿 不能给他提供帮助 苏氏因此被赶走流落街头 好在百姓对他爱戴有加 在百姓的帮助下 他的日子才好过了一点 等到宋徽宗继位以后大赦天下 苏氏也终于被赦罪 可以回京任职了 临走时百姓流泪相送 苏氏也难舍万分 已经贵为宰相的苏澈 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苏氏年纪大了 也该辞官了 对于苏氏来说 弟弟是他坚强的后辈力量 他不管贬到哪里 弟弟总能给他最及时的帮助 而对于苏澈来说 他能一路官至宰相 支撑他前进的力量就是哥哥 幸好苏氏平安回京了 要是再折腾下去 恐怕苏澈就要当上皇帝了 苏澈与哥哥的亲情实在无私 千年过去了 他们的事迹被后世传为佳话 至今都令人动容